4月5日,一组演员托比马奎尔的街拍引起网友热议,当天他穿着随意休闲。在街上没有包袱地穿上外套,46岁的他虽然打扮很随意,但是发型还是很精致的。只不过外套从他的头顶掠过时,给他留下了一个鸡窝头,他穿着平日里最爱的运动长裤。 穿衣时幅度过大,姿势太妖娆,不小心露出了自己的小肚子和内裤上的花边。有的网友看不下去了,想帮他提提裤子,也有的网友觉得他老了很多。但是依然是娃娃脸。就在同一天,荷兰蒂也被拍到出现在片场拍摄新片。 同样引起了网友关注,25岁的荷兰蒂穿着颜色鲜艳的外套,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娇嫩的气息。他发现自己被偷拍后表情很严肃地看向镜头,这抓镜头的能力堪比爱斗。托比、马奎尔和荷兰蒂、汤姆·赫兰德都是漫威宇宙中《蜘蛛侠》的饰演者。 托比饰演的是初代《蜘蛛侠》,2002年和观众见面,主演了《蜘蛛侠》、《蜘蛛侠2》和《蜘蛛侠3》。 荷兰蒂主演的则是《蜘蛛侠》、《英雄归来》、《蜘蛛侠》、《英雄远征和》、《蜘蛛侠》、《英雄乌龟》。在去年上映的《蜘蛛侠》、《英雄乌龟》中,三代蜘蛛侠首次在电影中同框。让不少影迷们都很激动,期待两人的下次合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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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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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